在《熟年》中,最不讨喜的角色非和美莲莫属,总觉得她的存在是很多余的,就算要给妮伟珍和智超这对姐弟恋之间,安插一点生活中的坎坷,也应该找一个第三者又或者某一方的爱慕者,而不是让一个小姨去掺和到外甥的感情世界中,她的存在就像是一根鱼刺,卡在观众的喉咙中,怎么吐也吐不出来,只能忍着。 说起来,和美莲这个小姨,跟自家外甥竟然相差了十岁,最离谱的是,作为长辈的她,不是年龄大的那一方,而是十八岁的妙龄,等于说和智超作为外甥,是比自家小姨要大的,就算可以接受这样的年龄差,可和智超凭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骗子的话,哪怕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中,也永远有小姨的一部分,以至于观众连带着她一起讨厌了。 记得和智超说过,和美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自己家来了,那时候每天放学,还是和智超去接的呢。 只不过那时候的和美莲,还是一个单纯的孩子,整天拉着和智超的手,撒娇似的一遍遍叫着哥哥,再加上和智超是独生子,自然对于和美莲这个所谓的妹妹格外关照了。 而小姨之所以支冷起来了,也是因为年龄大了,体内长辈基因的觉醒,这才成了和智超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 别说和智超了,就连她的亲妈对于和美莲也是格外关照的,小时候就把妹妹当成亲女儿一般养着,被查出心脏病之后,想着要不要提前把遗嘱给立好。 按理说她只有和智超这一个儿子,应该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儿子,可她却在纠结到底是把钱留给儿子,让儿子继续照顾自己的妹妹,还是说把钱直接给妹妹,让妹妹将来照顾自己的儿子。 话说小姨在和智超家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,这难免让人好奇,她到底是什么来头,怎么能让姐姐如此眷恋呢? 其实可以简单推算一下和智超的姥姥,是在什么时候生下小姨的,和美莲如今18岁,而和智超比她大10岁,等于说已经28岁了,她的母亲起码比她大20岁左右,那就是48岁。 再往上推算的话,姥姥的年纪应该已经是68岁了,差不多70岁的样子。 姥姥70岁,小姨18岁,那就等于说姥姥是在50多岁的年纪生下小姨的。 话说这个时候的女性大多都已经绝经了,就算有奇迹出现,到底是怎样一个家庭,愿意在50岁怀孕之后,有了生孩子的念头呢? 关键是生了之后没养几年就送到大女儿家里去了,这对大女儿公平吗? 说句实在话,这不等于说给自己的女儿再生了个女儿吗? 所以说何美莲的身世,是充满离奇色彩的,恐怕在现实生活中,应该很少见吧。 就算是有同样的例子,做父母的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孩子,留给另外一个孩子抚养。 而何美莲之所以不讨喜,就是因为她管得太宽了。 对于何志超来说,她不过是寄养在自己家里的一个小女孩罢了,凭什么要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?